您好 欢迎收看7月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为了感谢护证人员辛劳 华联县政府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举办了护证日庆祝活动 县长徐政委在秘书长饶中陪同之下 亲自到场颁发奖状及礼劝 表扬了三个GU护证书所 还有33位的GU护证人员以及志工 肯定护证人员为民服务的热心奉献 护证日庆祝活动 9号在理想大地度假饭店办理 县长徐政委在秘书长老中的陪同之下 亲自到场颁发奖状及礼劝 表扬三个GU护证事务所 与33名GU护证人员以及志工 肯定护证人员为民服务的热心奉献 以及GU的表现 县长徐政委表示民政业务多而繁杂 阅历人生悲欢离合 从挖挖最低一直到人生的终点 都与护证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霍林县政府的13个手脚 13个眼目 所有的县政府的这个知干 都在十三乡镇市的各部所 的各主任以及所有的家人 所以常常不一定每个月都会到县政府 都能够看见大家 但是政委只要一到各乡镇 只要去参加民间的很多的活动 政委都会看到我们护所的同仁 一样为大家来热心 来这个服务 民政的业务非常多 而且非常的繁杂 它有时候并不一定有一定的系统性 但是只要民之所需 民政就要传达 能够成为我们的经络 以及肢结的末端 才能跟花莲县政府 这整个把它连成一气 所以无论是出生 无论是结婚 无论是我们的从居 无论是我们生天 这些的业务跟我们的家户 是最最最密切的 县府名称处长林金户表示110年度 花莲县护证业务获得内政部评鉴核定优等 人口数为满45万 县市政府组员分组为第一 曾志感谢全体护证人员 以及志工奉行心力 为民众提供迅速优质的服务 千万每位获奖人员持续工作岗位上奋进不屑 记得终于收播讲话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